大家好,我是老田 今天早上本来是打算跟我老妈去山上摘橘子挣钱的 结果出了点意外,没去成 等一下再跟大家讲一下 我从广州回湖南老家 也有大半个月的时间了 这个时间一直是东跑西跑的 也不知道在忙什么 有网友也给我留言 说我每天在家里是无所事事 注视山空 也不找一份正经的工作尴尬 也有网友说 我从广州回到老家 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今天统一回复一下大家 今天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我老家的情况 之前田嫂在视频里面其实也有说过的 可能有些网友没看到吧 今天我再说一遍 我们老家跟城市里面比起来 还是差距有点大的 在城市里面工作机会还是比较多的 只要你想工作 不想工作低 你分分钟可以找到一份工作 像我们老家 一没有工业 二没有商业 连个送外卖的都没有 你说这样的地方 到哪里去找工作 就算我肯吃苦 给人家去干一些建筑工啊 或者到山上去帮人家干一些农活啊 人家都嫌弃的 就像昨天我不是跟我老妈说好了 今天去山上再举止挣钱 结果今天早上我老妈打电话给我 跟我商量 说让我不要去了 因为他们是七个人合伙做的 就是把举止摘下来以后 放在一起 撑一下多少斤 最后卖了多少钱 大家平分的 像我去的话 我肯定动作比较慢一点 毕竟我不熟练 到时候托人家后腿 最后我还是决定 不去了 在家里的话 还是要自己创业 之前我不是打算跟我老爸一起搞那个大棚种菜吗 先搞两个大棚 一个大棚六七千块钱 两个大棚的话就一万多块钱 刚开始说的好好的 说开春就搞 结果我老爸过了几天 好像有点变化了 他跟我说 他弟弟的菜啊 还没弄完啊 什么样什么样的 说让我等到明年十月份 我感觉他对这件事情也不是那么伤心 后来我就决定 还是不要跟他一起搞这个东西了 万一到时候我钱投进去了 做了一半 他不干了 到时候那我真的是进退两难了 我这个人做事呢 就是比较谨慎 没有把握的事情我不会去做的 到时候钱也亏了 还让别人开笑话 关于创业的事情 我觉得还是要谨慎一点 不然到时候失败的话 又有人会喷我了 说我干啥啥不行 吃啥啥不胜 毕竟众口难调 希望大家理解 再来回答一下 第二个问题就是 说我从广州回湖南老家 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之前我的视频里面也说过几次 就是关于我在广州那边的工作 收入问题 可能有些网友没看到 我今天再给大家说一下 我在广州那边之前工作 每个月的收入就几千块钱 而且每年都是在下降的 那点收入的话根本 支撑不了一家人在广州的生活 再加上我两个小孩在广州那边 只能上私立学校 公立学校上不了的 所以还是决定回老家来 总而言之呢就是哪里适合自己生活 就往哪里去 大城市大家都知道好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大城市生活的 在大城市生活的话 必须有个前提 你要有经济基础 没有经济基础的话 总归一天是要回老家去的 还有好多网友关心就是 我在家里也没工作 没有收入 一家人的生活是怎么过的 我跟大家汇报一下 我现在的收入主要是以视频收入 这一块为主的 也够我们一家人一个月的开销了 这还得感谢各位网友对我们的支持 等我以后把这边的情况没收了 再慢慢再去搞一些事情来做 毕竟我刚回来也没多久 对这边 说实话也不太熟悉 现在盲目去搞的话 最后我及失败的几率还是很大的 好了今天视频就讲这么多了 我这个文化水平有限 也讲不出一个属于然来 只是把大家想知道的情况 跟大家汇报一下 其他的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那就这样 拜拜了